地震活动频繁 因此地震市井格外重要 如何可以在地震发生前提早预知地点时间或者是地震的强度 都是研究团队努力的目标 近期国立中央大学团队还发现 在今年的418花年规模6.2地震时 发生前的15天左右 东部的地磁观测站有明显出现了异常讯号 推测这地震可能会跟地磁的变化有关 但是能否进一步反推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验证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 但截至今年11月底 规模3以上的地震比过去32年 平均发生次数还要高 近期有专家发现 及其地震前地磁观测站都出现异常讯号 我们的确看到东部的地磁 它会有比西部有一些异常讯号出来 有10天的 有15天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要努力的 看能不能非常准确的预报 能够在一个礼拜之内 以1996年的921地震来说 距离车龙普断层约8公里的 苗栗里玉玉坛观测站 在921前15天左右 全磁场数值记录 明显偏离平均值 因此不排除可能是地震发生前 地下挤压造成地磁强度改变 近期气象局也将地磁观测设备升级 再看看今年4月18号 花莲规模6.2地震 前后60天的地磁变化 西部两个侧站都在标准差内 东部侧站却都超过标准差 显示区域地磁变化可能与地震有关 但地震发生前的地磁讯号议程 能否代表地磁发生变化后 未来一定有地震发生 还是未知数 希望能够在镇央附近 大概30公里之内 这个一个区域 另外一个就是时间 跟它的一个深度 希望从这样子的去 讯号里面去分析 它是一个比以前旧方法 还更进步的一个方法而已 我们做做看 虽然研究到实际应用 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多年未知地震谜提 出现曙光依旧振奋人心 只见鱼丁与腿报道